胖子果然都是潜力骨 泰国一名男子史达庞 因为过去生为肥宅 导致恋爱欲不顺 所以决定积极减肥 没想到经过短短一年 他就顺利产肉75公斤 变身为6块7型男 让人惊艳不已 在求学时代 史达庞几乎一直都是个胖子 最高体重甚至有155公斤 他透露自己常因为体型遭人嘲笑 恋爱欲也始终不顺利 因为这样的身材 他也一直没有心思打理自己 即使肥肚肚都涂出来了 也不以为意 一年前 史达庞终于决定减肥 希望能让自己变得更好 提升恋爱欲 他从饮食着手 放弃高热量食物 改成每天少量多餐的模式 平均会吃5到6餐 也固定饮用2到3公升的水 底型庞大的他 还会积极到健身房锻炼 挥洒辛苦的汗水 一开始 虽然因为成效不张 让史达庞想要放弃 甚至压力大到每天痛哭 但他还是坚持了下去 但在维持一段时间后 史达庞就明显变瘦了 这也让他增加了许多信心 经过一年后 史达庞已经狂减75公斤 变成185公分 80公斤的高挑型男 不止身形变瘦 运动的效果也让史达庞 有了傲人的6块腹肌 他也开始研究打扮 摆脱过去始终穿着 邋遢衣服的自己 谁能想象得到这位阳光型男是一年前的小胖子 史达庞也毫不吝息地分享自己的经历 并鼓励大家 我做得到 你们一定也可以 史达庞的转变实在太励志了 除了让自己瘦下来之外 更重要的是他也在坚持的精神下 培养出自信 相信他很快就会有桃花来到访的 笑